雷正 那天 我说一二三 我不在家的这些日子 你们有没有想我呀 想了 妈你不在家这几天 我有很多事情向你汇报 行了行了 我刚回来别拿那些破事来烦我 妈我别不理我一件事情要严肃处理 什么事情啊 就上次 和我进来给我爸送饭的时候 饭被狗吃了 你觉得都怪狗鸡 你不怪我 那我又不让狗又去吃 我不怪你啊 那你给我上饭的时候 你不能送到桌子上或者是凳子上来吗 那我又不让狗又去吃啊 再说那你看到时候你不能去阻止呢 那我怎么阻止啊 我去跟狗炒饭呢 哈哈哈哈 啊行了行了 这件事情呢 确实怪何友卿 这次呢就给何友卿记个大过吧 好吧 今天的家庭会议呢 就是我们来商量一下 今年这个年该怎么过 我想好了 我的想法就是把他们外婆 然后还有爷奶奶接到我们家 我们一起过 可以 我们三年都没在一起过年了 嗯 这几年吧比较难 嗯 我连队联我都想好了 什么队联啊 队联就是上联就是前三年后三年 一年更比一年难 下联就是左三年右三年 年年都没挣到钱 横批就是年年没钱 妈 我不赞同我吧这个方案 嗯 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 这么做非常不合适 我也有一副对联 什么对联 你们 先去把我的文文王四宝拿过来 走 哈哈哈哈 你你去把他的笔帽拿过来 哈哈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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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何永卿说的对 在这个特殊的时候 我们还是注意点比较好 就像何永卿说的伴 这个家庭会议 大家都有发言权吗 你得正确我们的意见呀是不是 再说了那何永斯都三年没见到他外婆了 他都想他外婆了 我绝对这个事情还要你们同意吗 啊 正规 啊 又来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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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